报道 结果没有想到短短几天 他又宣布辞职了 为什么在短短的四天内 有这么样大的高低起伏呢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布拉特大家还记得很清楚 他宣布他要大力地整改 就说是你们抓我们的人 我没事 我要实行改革 但是没做几天他就下台 那么从现在种种情况来分析 就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他抓住一封信 一封什么信呢 这是南非的主写主席 写给就是布拉特的主要助手 就是国际苏联的秘书长 瓦尔克的一封信 这封信呢被美国联邦局抓到了 联邦调查局抓到了 这封信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南非的这个当年的 这十几年前呢 他们把一笔一千万的这个巨款 转到了美国人 Jack Warner的手中 Jack Warner是什么 Jack Warner曾经当过国际苏联的副主席 也当过国际主联负责 负责整个美洲和拉丁美洲 包括美国在内 加拿大在内 整个这么一大片地区 他负责足球的推广 当时呢南非主联就把这一大笔钱 转到了Jack Warner他自己 私人的账下 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就说是 你Jack Warner你就贪污公款 贪污了一千万 那么这一千万呢就是导致 但是布拉特呢 他一开始一直说 这个和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不知道 现在FBI把这个证据招到手 就是说你的主要秘书长都知道 这封信告诉你秘书长 你的秘书长你都知道 你不可以说你不知道 现在他们国际主席继续退守 他说秘书长知道的 我布拉特也仍然可以不知道 就是继续就是有一种 就是近乎于就是抵赖的这种情况 但是无论如何 FBI把这封信给你捅出来 这就被许多国家的媒体解读为 这是压垮布拉特的最后 击贝的最后一颗稻草 是 那么当时在事发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很多人在质疑 因为被抓的高管 很多都是布拉特他的左膀右臂 所以很多人认为 实际上美国调查的主要目标 其实就是布拉特本人 那么现在他的闪电宣布辞职 是不是也验证了 外界在之前的一些议测呢 从现在各种报道来看 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现在已经最新的消息 就是美联系报道说 就是国际刑警组织 就像中国发出那种红色通缉令 通缉海外贪官一样 也对国际主联几个高官 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Jack Warner 也对他发生了红色通缉令 国际通缉令 但是实际上这个Jack Warner呢 已经在前一段时机 他跑到哥斯达利加 哥斯达利加那个主席主席呢 叫个Edward Lee 他也是个华裔 是个华裔辈子 对 他跑到哥斯达利加 美国就是压哥斯达利加 哥斯达利加就把这个Jack Warner 这个实际上 你不需要发这个通缉令 Jack Warner已经在这个 FBI的手中了 但是这个Jack Warner 是整个国际足联 特别是丑闻也好 就是他国际足联主管 拉丁美洲和美洲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他都是非常知情 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是 海涛我知道你一向 非常关注这个体坛的消息 那当然这个消息 对于整个足团来讲 都是一个很重大的发展 跟我们谈谈 我比较疑虑的就是 为什么国际足联 有这么大的一个丑闻压顶 但是足球运动仍然在全球 历久不衰 仍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 一种运动呢 首先国际足联 他成了110多年来 没有人管过他 有一位国际政治家 不是他说过一个名言 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 绝对的腐败 因为没有人管这个国际足联 所以他就是腐败 就是必然是发生嘛 但是多年来 这么100多年来呢 由于这个全世界 除了美国 全世界对这个足球 是非常的热爱 现在足球成了一个 非常巨大的产业 有无数的金钱牵涉在里头 所以呢 就是如果美国不出来管 那他就继续放人下去了 所以这次美国要介入呢 引起了中国 甚至使许多世界媒体 非常这个重视 就是重视 就是说美国的司法单位 为什么能介入国际苏联 这样的单位呢 就是只有美国 他抓住美国 他这个 他抓住一个美国的法律 就是说你任何腐败 只要在美国的国土上 只要牵涉到美国的金融机构 只要有美国人参与 美国必须要 把你升职以法 这是美国 他一贯的道理 最后连中国 他都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的参考小姐 就新华市旗下的一个 全国最大发行上 最大的一个报纸 他都登出来这一点 他都承认这一点 他说什么呢 他就是昨天 他登了一篇章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从国际竹联事件 得出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是 美国的权力不仅仅仰仅其市场威力 和军事力量 美国的司法体系 也仍然具有道德的权威 这种权威源于 其根植在一个 开放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是 最后20秒时间 海涛跟我们谈谈 你认为 未来如果FIFA 国际竹联有了新的主席 他能够进行彻底的改革吗 他可能会进行局部的一些改革 刚才你也提到 有没有可能是继续让美国人担任 从现在来看 国际竹联的这个整个架构 组的结构来看 美国人担任主席的这个希望 还不是很大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海涛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媒体观察的文字 还有相关视频呢 也将看在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欢迎您登陆查询 VOA Chinese